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弟兄姐妹 早安 感谢主 又是美好的一天 当我们来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认知 圣经把许多重要的事项一起显明 我们不是读一读 我们就比较属黑一点 不读我们就怎样 很重要 从神的话里面 来得知上帝跟我们立了什么约 你知道神跟人中间的 神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行事 是根据神跟人所立的约 当神立了这个约以后 不管多久 不管怎样 都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的神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都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加拉太书 今天要读第四章的一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一节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那弟兄姐妹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说那些承受产业 那我们如果 你留意的话 就是其实圣经没有分 他原来没有分章跟节的 那所以其实他到二十九节 就是三章二十九节 变成第三章 那第四章好像从另外一个起头 其实是从二十九节开始 他说你们几乎属基督 就是亚伯拉恩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那然后他才说到承受产业的 是全业的主人 但是为孩童的时候 他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我们是属乎基督的 就是亚伯拉恩的后裔 圣经这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属于亚伯拉恩的后裔 我们信了主 我们就是照着亚伯拉恩的后裔的 这个议举 我们能够承受这个产业 那第一次 第一次 我们看见 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一次 是在约束亚记 约束亚带领的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 然后他们就承受产业 那不管你是谁 你是贵尾 就像佳乐 这么会打仗的 他承受产业 那即使比这边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一个 我们也许我们都不认识 圣经也没有提到他名字 不过他也承受产业 为什么 他承受产业的原因是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 乃是因为他是亚伯拉恩的后裔 所以从前面看见 每一个人都承受产业 他们不但按着支派来分 他们也按着每一个家族来分 每一个家族 每一个家族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份 那以至于最后的 这个后来 有一些人因为贫穷 他们甚至就是产业被卖掉 可是到了西年时候 神还说要让这些产业回到这个人的手中 为什么 因为他是儿子 他要承受产业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是第一次 弟兄姐妹第二次 第二次其实是讲到我们基督徒 我们到了新约 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要承受产业 真正那个约束亚记所说的 只是一个影像 只是一个例子 让我们看见神已经会这样做 将来有一天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要承受 那整个宇宙要成为神给我们的产业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所以在这边讲到 耶稣基督的救恩 很大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对主的救赎 比较多的了解的是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那这因为跟我们好像非常非常的相关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 那弟兄姐妹 其实罪的问题 在十字架上 两千年前就已经完全的解决了 那现在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不是只有得到罪得赦免的恩典 弟兄姐妹这个恩典 在以弗所述里面叫做丰富的恩典 就是那个恩典太大 大到一个地步 你所有的罪你通通被遮盖了 可是以弗所述里面讲到的恩典 还有另外一个恩典 叫做荣耀的恩典 这个荣耀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叫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民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得到赦免得到儿子民分 是两件事情 是两件事情 当然最得到赦免是很大的恩典 那得到儿子的民分 是更大的恩典 是更荣耀的恩典 就是我们可以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那所以弟兄姐妹 那怎么样去承受产业呢 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长大成人 就是要长大成熟 这边告诉我们说 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权业的主人 的确他是权业的 但是为海统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一定要成长 一定要成长 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 不然即便我们有儿子的民分 我们得到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要给我们的 可是如果我们是儿子 我们是儿子 我们没有长大 我们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享受得到 所以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 不是神的恩典不够 也不是神的祝福不够 问题是在哪里 是我们没有长大成熟 没有长大成熟 没有长大成熟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做一个属灵的baby 属灵的baby 那你知道baby 这个孩子再怎样 就是我那天看见 这个英国的王子 他的那个什么小王子 这个才是一个很小的孩子 很小孩子 是将来他要做王 可是这么小 他只是跟一般的小朋友 是完全一样的 虽然穿的衣服比较好一点 虽然呢这个出路都有人在照管 但是无论怎样 他再怎样 他都就是一个小孩子而已 那但是只要让他长大 只要让他长大 只要给他机会 让他成长 他成长以后 有一天他就会成为君王 成为君王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一样 我们不要一直的 这个好像一直还是一个孩子 那什么是孩子呢 很简单 孩子就是自我为中心 你看见孩子是不是 他才不管你妈妈很累 或者怎么样 我饿了 我就要哭给你看 你不给我 我就闹给你看 这就是孩子 这就是孩子 弟兄姐妹 长大的就是 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 那以属灵来讲 就是以主为中心 那脱离了自我 脱离了自我以后 弟兄姐妹 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成长 你成长 你才能够真正的承受 我神儿子的全病 跟神儿子的这个产业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也是一样 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到了三十岁 他在三十岁之前 他没有行过一个神迹 他也没有讲过一篇的道 可是三十岁 弟兄姐妹 就是时候到 弟兄姐妹 他的智慧和圣量 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同的增长 以至于弟兄姐妹 有一天 他在受洗的时候 神从天上 向他说什么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也是经过 来做人的时候 也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极力的来成长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脱离我们自我 脱离我们的本性 弟兄姐妹 脱离自我 就是脱离我们的本性 那我们要成为成熟的一个基督徒 那我们怎么样成长成熟呢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在外面神 神就借着属灵的领袖 来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姐妹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来带领我们 就是我们的 亲爱的圣灵 宝贵师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在凡事上 他会来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 叫我们一直走在神 神的心意里面 丢姐妹感谢主 上帝给我们 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 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些属灵的领袖 你就好好的跟随你属灵的领袖 让他带领着你 带领你 有一个姐妹说 我每一天都反复的听 清晨干落 那还有一个弟兄 他也说 他说 他无数次的 反复的听 他说主日崇拜的戏气 他也 听了再听 听了再听 有机会他又再听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难怪有些人 为什么成长这么快 他有些人 就一直 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 这个 这个地上的 这些事情上 结果呢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我们的成长就很慢 弟兄姐妹真的 不需要一年 只要三个月 你就可以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 那如果你好好的追求主 跟随圣灵 也跟随了教会的教宗 你的情形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感谢神呢 当我们教会整个开始转型 我们从生命更新 转变成全人 全等更新 那好像差一点点字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就看见 昨天晚上我看见 我们有个区长 他也来 来上课 那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不容易 他什么课他没有上过 什么营会他没有参加过 他就是 但是 他就这样谦卑的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与谦卑的人相近 神抵挡骄傲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充满了我们的自己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 我们的成长 我们就停滞 我们的成熟的状况 就停滞 那弟兄姐妹 这个 这个 不成长 不成熟的 这个 结果是 我们承受不起的 因为我们如果 如果还是像孩童一样 那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与奴仆怎么样 毫无分别 那弟兄姐妹 我不要做奴仆 我要做什么 我要当然要做儿子 是不是 我要做长大的儿子 而不是一个小baby的儿子 我要做一个长大的儿子 好叫我能够承受天赋 给我的所有的产业 我才有这个权柄 行使儿子的权柄 弟兄姐妹 感谢神 上帝为你我预备的 绝对是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神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美好的事要临到人身上 感谢主 每一天都依靠主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更加的成长一点 弟兄姐妹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逐渐逐渐 神儿子的那个形象 神儿子的那个权柄的能力 就会从你的身上 逐步逐步的出来 你为人祷告 就会有事情发生 你对一个人说预言 那个事情 就会成就在他的身上 弟兄姐妹 这不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吗 主与你同在 美好的事 就在你的身上 阿们